再来看一下票数 在这个开票五十六分钟之后 赖清德的选票就已经突破了两百万 目前是两百二十五万 那侯友宜是一百九十万 柯文哲是一百六十四万 在我下方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总统领先的县市的部分 国民党是领先八个县市 民进党是十三个县市 民众党是一个县市 这个数字还在浮动当中 那在下方呢 我们所看到这个是六都的部分 在台北市目前侯友宜 暂时领先二十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六票 新北市赖清德暂时领先 四十二万零八百七十四票 桃园市赖清德暂时领先 十八万六千九百七十五票 台中市赖清德暂时领先 二十三万四千两百一十一票 台南市赖清德暂时领先 二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八票 还有这个高雄市赖清德暂时领先 三十八万一百七十四票 好来 目前双北跟基隆赖清德都领先 这实在是不合理 但是从这个刚开票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好像就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了 没关注到他会输 好 现在是五点零三分 这个开票已经一个小时又三分钟了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 如果态势没有变的话 大概才是差不多六点半以前 大概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那以过去的情况来说 所以说七点各候选人就已经这个当选敢言 这个败选敢言就已经差不多可以开始讲 但是后面呢 大家关注更多的就是这个立委 我让韩斌来讲一下 当然紧接着 如果这就是一个最后的结果的话 赖清德今天晚上会有一个 全球关注的国际记者会 当然 在选前的时候 他就开了个国际记者会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他有一些敏感题目 被赵宜祥给屏蔽掉了 赵宜祥有些东西没有翻译 当然赵宜祥非常理解 可能是赖清德的招门 或者是说 他在这个时间点 还没有投票的时候 不能讲的 那今天晚上呢 他得要职求面对了吧 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 因为有一些问题 其实是赖清德很难回答 那他 尤其他才刚当选 特别是在这么不稳定的状态下当选 因为领先的票数如此之少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赖清德恐怕还是会用很多模糊的方式 这一次我看口译歌 恐怕还是会上场 然后继续假装忘记翻译一些东西 然后就把它跳过去 大概还是会采取这一招 因为 我相信这一次外媒会更直接的问他 因为他已经确定是当选人的话 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一定会问得更直接更尖锐 因为这也跟选情无关了 可是对赖清德来讲 他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真的很难回答 所以我不觉得他在 今天的国际记者会会有什么心意 或是他会提出什么 什么石破天津的举动 我不认为 我认为他应该就是力求无稳 只要没有什么 那个让大家觉得很惊讶的东西就好 就是平平顺顺度过 剩下的等正式520之后当选之后再说 但是这就是我担心的一点 他在前面沉浅的越厉害 你看赖清德的行为模式是这样 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会累积他的能量跟情绪 先不动声色 不动声色 等到他忍不住爆发的时候 那个动作就是非常大非常激烈 那到时候 因为以前是他个人 甚至他只是一个市长的时候也许还好 当他如果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这个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我是非常担忧这件事情 但担忧没有用 台湾人敏军做出的选择 那我还是要问一下韩兵 这个独派期待这天期待好久好久了 对不对 听说这一次 这个海外的这个美国 这个独派回来投票的也特别多 赖清德这个场合是不是总要 跟他们讲讲一些激励的话呢 你认为呢 我不认为会 不认为 因为对赖清德来讲 独派基本上就是韭菜 我哥你刚刚好 你看这一次从竞选头到尾 赖清德有讲过一次要独立吗 没有 当然 他当然不可能会讲 但他选完就会讲 也不会 我不认为 因为美国给他的压力 真的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他再撒也不会 直接当众去讲出说 台湾的前途要有两岸人民共同决定 他能接受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会接受 那以赖清德个性 他怎么可能接受 两岸人民共同决定 因为民营党向来的逻辑是 两岸人民决定 那人家十四亿才两千多 那还有什么决定什么 就是让大陆决定而已 所以他不可能会去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他就是 就是很平淡的度过就算 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惊喜 但是我必须说真的很遗憾 我昨天晚上看到连三立新闻都报导说 在凯德格兰大道 柯文哲有三十五万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百名在操作 因为我就知道民营党内部评估应该一二名是蛮接近的 所以他必须要操作一波大 不然你想想看 正常三立看到柯文哲那边喊出三十五万人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事 一定想办法吐槽嘛 想办法找人去属椅子嘛 想办法去用各种吐槽方式去列解他 告诉大家柯文哲没那么多人 可是昨天晚上他突然之间愿意告诉大家说 柯文哲真的有这么多人 其实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叫大家赶快去投给柯文哲 防气保 对防气保 目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次民进党真的操作非常成功 蓝白真的回去好好检讨 他也操作了国家警报 是啊 那个是比较愚诚的一次操作 其实我认为国家警报有发酵吗 其实我认为这次你 我们再去 等到最后结束再去看总的投票率高的城市 或县市 如果民进党执政的 或是说民进党优势区 他的投票率有偏高的趋势的话 那表示国家警报有效 蔡振元是说国家警报让南台湾增加2% 增加2% 真的相信 这蔡振元跟我讲 好接待时也赶到了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票数 赖金则是237万票 其实他在开票56分钟之后就破了200万票 但始终这个差距没有很大 侯友宜201万票 客银170万票 假设这是最后一个结局的话 其实跟之前大家所预估的差不多 是差不多的 所以当然对于之前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 大家大力呼吁的蓝白和来讲 这就是一个垂心肝的结果 对不对 大家的预言 大家的直觉是准的 这个数学问题 加加蓝白和的话 今天就是在那个最上方的位置 是没有错 但当然天下没有后悔的药 隋期大使在国际上经验这么久 最了解美国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 对美国来讲 此刻正在开紧急会议吗 这都在算盘当中 接下来美国的因应是什么 美国对于hold不hold得住 赖金德此刻感到焦虑吗 还是一切都谈好了 美国应该焦虑感不大 因为美国不会管你结果怎么样 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 对他不管你是赖金德当选 还是谁当选 他都是用一套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政策 他会支持 他会恭喜你当选 我们美国在这个不参与你们的任何的这个选举 我们尊重你们选举的结果 可是他有一大堆隐秘在后面的 第一个你不要宣布台湾独立 第二个你不要 你不要过度挑衅中国大陆 那你的政治主张我的尊重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你的政策上 你的口头上你不要去过度挑衅 你不要把两两岸搞得真正兵凶站委 可是你政策上完全要听我重要政策上 那就是安全上 还有这些经济上 甚至内政上 美国会继续下指导期 所以他今天不会是因为这个赖金德当选 他就会有变化 我觉得美国一贯的政策对台湾是很清楚 长期的就是这样 那作为挑衅中国大陆手上一个棋子 然后呢 可是呢你挑衅的程度 由美国 美国来决定 会不会走出红线 美国对台湾 不管你今天是蓝的红的白的那绿的 他都有一套他的这个红线 不准你踩 可是他有一些政策方向 你也非要听他的 那最重要的话 作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 你必须要完全听命于美国 也就是说重大政策 你如果不听于美国的话 或者美国要你做保证的时候 你不保证不行 做了保证以后呢 你如果说你怎么讲来 你食言而肥 下场就是沉水扁的第二任期 所以呢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 他不管你怎么变化 那你都得听他的就对了 他有一套他的自台方略 对 好 亮哥再来看一下 目前賴靖德是两百四十六万票 侯康是两百零五万票 克英是一百七十三万票 那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吧 这个章鱼礼 天狱礼的开票结果 侯友宜一千七百六十八票 那赖清德是一千九百一十八票 赖清德领先 克文哲是一千零六票 这是章鱼礼 还有这个英哥建德礼的票数 也是赖清德领先 一百六十二票 猴友宜是一百一十五票 克文哲是一百零五票 就大家参考就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世界大师对的 大师 杨容室 也许可打登 等你 放开 转折扣 by bwd6